街頭車水馬龍 馬來西亞土地面積是台灣9.5倍大 因此平均每1.9人就有一人有買車 而這大餅台灣企業怎麼會放過 這裡是吉隆坡最大的汽車城 占第4200多瓶 專門販賣中古車 一次就有5萬輛的車可以任君挑選 從經典進口車到有著閃電LOGO的 各性國產車一字排開就像嘉年華 在馬來西亞最受歡迎的就是像我現在 這樣開著國產車 這台車1500cc 但是售價卻只是進口車的5折左右 CP值高馬來西亞一年能賣出60萬新車 加40萬中古車 市場是台灣的2.4倍大 在整個東協排行第三 僅次於印尼跟泰國 第一年的營運下來覺得成績還不錯 去年就有一些獲利 本來我們是預計三年後才能夠Break Even 前進大馬一年半 台商營收就破20億台幣 主力客群卻會跌破你的眼鏡 比較屬於中等階級的 那薪水大概2000多塊 或者3000多塊馬幣了 那他希望有一個車來代步 客戶多半是月薪不到30K台幣的上班族 卻讓業者再從中看見了 汽車融資市場的無窮潛力 東協市場還未飽和不容小覷 台灣企業更放話 目標是要賺近百億美金 東森 財經新聞 劉志張博翔 楊昭馬來西亞採訪報導